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得了中国有机认证 欧盟有机认证 美国有机认证 日本有机认证 这有机认证标准是非常苛刻的 为了保持有机认证 这对夫妻付出了很多努力 同时也激励了很多经验 这不 我们的记者一到那儿 他们就带着记者做了一件反常规的事 小郑 我要带你看种树去 种树 对啊 我来你茶园是来看茶叶的 去种什么树啊 去哪种啊 对啊 就是要去种树 去哪种呢 到了你就知道了 行 那我就跟你们去看一下去 茶园的女主人林芳 不带记者去看茶园 而是带着记者挖苗种树 这让记者是障碍合上摸不着头脑 这树要种哪里呢 记者心里充满了大大的疑问 对了 对了 来 就种在这边 种在这边 对 种在这里 哎 林姐 怎么会种树跑到茶园里面来种来了 对了 这个树就是要种在茶园里的 把树种在茶园里面 还是种在茶树中间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要知道 光照是茶树生存的首要条件 尤其是对于紫外线有特殊嗜好 一旦被树遮挡了阳光 茶叶必然就会受影响 还有 茶园种树 树会跟茶争营养 林芳的这种做法太不合乎常理了 几乎来到山上的很多人都跟我讲过了 他一看说这个茶园都在说 这个肯定是不懂得种茶的人才这样种的 哪有茶园种树的 到时候你看着吧 肯定没有收成的 他在茶园种树 很多茶园都直摇头 虽说呢 它是个半路出家的外行 可是这个举动 却是有高人在背后之招 我们正好张周是林业局的副局长 周国民副局长 他有告诉我 植物它不可以单一的生活在那里 成片单一的 它就容易出现虫害 也容易遭虫子 如果你多一点的植物相生 种在一起的话 它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生物链 周国民是刚刚退休下来的老林业专家 按照林芳要做有机茶的要求 不能施化肥 也不能用农药的原则 他提议让林芳的茶园里面套种树 你要搞形态茶园 这个形态茶园呢 一个呢 可以创造一种新的一种培育模式 就是茶园套种金贵的树种 在茶园里面套种树木 怎么就能种出有机茶呢 它也会驱避一定的虫子 茶叶里的害虫 主要有吃货类害虫 毒蛾类害虫 卷叶类害虫 小绿叶蚕等等 靠树来轰擀虫子 这个方法听起来倒是很稀奇 那么什么树能有这样的本领呢 有两种 这两种树都适合你种在茶园里 第一个是酱香黄糖 也就是俗称的海南黄花梨 那第二个就是陈香 这两种树是珍贵的药用树种 尤其是陈香 陈香能够挥发香味 挥发出的主要成分是 白木香酸 白木香泉 阿尔法陈香肤南 贝塔陈香肤南 这些味道 人闻起来可以凝神 还能够通气病痛 是上等的药材极品 奇妙就奇妙在这儿 人爱闻陈香的味道 可是虫子们却不喜欢闻 陈香据我们考证了 去了解了它很多的功效 确实是我们自古以来 这两棵树它就有起义的芳香 他们很多的古人 就是为了能够说 驱避一些虫子啊 还有虫害的影响啊 它都会在房前屋后啊 都爱种上这种树 它就虫子就比较少了 陈香树有驱虫的本事 这正符合林芳 做有机生态茶园的要求 于是呢 林芳就把陈香树 和酱香黄檀树 搬到了茶园里 因为我不人朋友 所以我觉得 第一个最重要的是 虫子不可以形成虫害 所以这个它可以帮助我 起到非常好的保护作用 树是能驱虫 可是茶叶需要晒太阳 那么这树究竟该怎么种呢 因为如果密度太大 这个光线太长 对茶叶可能会 可能会有影响 因为没有光线 每亩种多少棵树 对于茶叶影响最小 驱虫效果最好呢 为了得到最佳的套种方案 专家们做起了试验 我们当时的时候 就是做的一些实验 是S株 眉目S株 30株 40株 几个 几个 几个密度来去做 从2007年到2011年 历经了五年时间的 对比实验 它们终于得到了一个 最合理的配比 密度是35克到45克 根据你的地形特点 你可以有的树一点 有的密一点 这样选择 每亩种植35到45棵树 每棵树的间隔 是在5到6米之间 就可以做到 茶和树共生 树成了它茶园除虫的 第一个帮手 随着树不断长大 树冠也会向外扩张 遮挡阳光 种树只需要它的味道 树冠是越小越好 所以要对树 及时地进行修解 这些就要给弄掉 并且来检的时候 它尽可能要靠近 靠近肌部 适当的检枝 让树干直立向上生长 减少了这档阳光 有人担心 这树种的茶园里面 难免会跟茶树争营养 林芳他们认为 这影响不大 我们注意观察 这个树的根部 长得比茶的根部 还更生 所以说它大部分吃的是 更深层的它的营养 所以它跟这个茶的 增肥的这个影响 会小很多 尽管树根对于 茶叶营养增的少 林芳还是做了周到的考虑 比如说我茶园 正常的下肥的时候 我需要的这个量 我可以在它基础上 我多增加20% 我可以把树也雇上 茶园里面种上树 还能够带来意外的好处 第一呢 这个茶园 套中这个金贵树种 茶园呢 这个质量 茶叶的质量会更好 你卖的价格会更高 收入会更高 所以可以增加收入 你第一点 收入你就赢了 第二呢 对整个社会有贡献 就是减少水土流逝 保持心态环境良好 茶园里面种了树 不仅能够驱避虫子 另外由于树的根系 比茶叶更大更深 也更加能够避免 雨水带来的水土流失 林芳夫妇在专家的指导下 通过种树 来驱避一些虫害 通过这个举措呢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不过呀 这还只是防虫的手段之一 林芳在种植过程中 采用常规的黄板 来抵御害虫 同时还发现了 两个防虫方法 对于防虫也有 很好的效果 放眼过去 整个茶园是杂草丛生 这个就是林芳发现的 方法之一 有机茶园里 是不能够喷任何药的 那么如果你把草都拔光了 只有茶在这里 那你害虫 它只有一个茶做它的食物 它只吃茶 如果没有草 虫子只有茶叶做食物 只能够吃茶叶 咱们知道种庄稼 就是要把地里的草 清除得干干净净 生怕有杂草 因为杂草不但会跟农作物 抢营养 它还是害虫滋生的摇篮 但是柳草在茶园里 就能让虫子不吃茶叶 光吃草吗 那么林芳这柳草 饱茶的想法 是从哪里得来的呢 靠谱吗 这个山皮比较大 然后走到边边角落的时候 我发现在看茶园 奇怪怎么边边角落的地方 工人可能忘了疏忽了 去没有除草和没有拔草 拔干净的那一片地方 怎么非常的奇怪 那个拨开的草以后 看那个茶怎么长得这么漂亮 而且那个叶子 只有个别被虫吃的一点痕迹 但是它长得很好 原来是无意中的发现 有草的地方 茶叶反而没有被害虫破坏 有了这个发现之后 它想把青草留下来 当第二个除虫的帮手 林芳决定做一个试验 把一部分茶园中的草保留下来 看看是不是能够减少害虫 对于茶叶的伤害 可是没想到 它的这个决定 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 甚至包括它的工人 一直跟它反对 我们坚决要除 这个草不除 把那个营养都吃掉 就是怕那个 我们有机茶买茶采 因为这个草人会盖住这个茶 怕茶生长不了 这些工人都是当地的农民 淳朴善良 又有很丰富的种植经验 对于林芳的这个决定 他们理解不了 他们为了老板好 就偷偷摸摸地去除草 坚持了两三年 那时候两三年都 我们间接要除 它就是不除 全体人员都反对 而且呢 还背着它把草拔掉 因为这件事 林芳和工人争执过很多次 其实啊 林芳对流草到底好不好 也没有确凿的证据 只是看见了 一小块有草的茶叶 长势还不错 当时 在拔不拔草的这个问题上 它顶着很大的压力 本来从医生转行 种植有机茶 也是半路出家 是由于从小身体不好 敏感体质 当医生 甚至对于消毒水都过敏 这个时候 正好有外国朋友 想要他福建老家的铁观音 要有机的 再加上 他听说有机茶 对于改善 他自己的身体也有帮助 他就决定 自己种植有机茶 种上茶 不但苦 更是忙和寂寞 常年待在山上 家都很少回 我经常离开这个 经常要来这深山老林这边来 偏交通偏僻的地方 路上交通需要很长的时间 所以经常很多事情 很多的时候 不能够当天工作 当天回家 也照顾不了小孩 林芳自从做起了有机茶 就很少有时间 陪伴自己的女儿 正好我要去山上的时候 女儿 你今天讲了一句话 爸爸妈妈 我很怀念以前的日子 没有种茶的日子 以前我们一家三口 都随时在一起 放假我们周末都在一起 为什么现在 反而我们不能在一起了 我更喜欢以前 当时说的我跟雷龙两个就哭 不知道该怎么办 很无奈很无奈 孩子的没有办法 家里也是聚少离多 夫妻是各管一摊 林芳负责种植管理 丈夫雷龙负责营销茶叶 两人都是为了有机茶事业 共同努力着 但是这回就为了流草这件事 她丈夫也是很反对 我经常带客户过来 乱七八糟草 长得都干不得茶了 你到底是在种草还在种茶 客人说我都不好意思 面对来自里里外外的压力 林芳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 因为她觉得 如果她自己不坚持 有机茶的道路就走不下去了 在林芳的坚持下 后来他们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决定留一个山头做实验 坚决不让工人把草拔掉 那个山头的草留了下来 吸引了害虫的眼光 尤其是茶叶的头号敌人 茶齿货跑去吃草吧 林芳一查 也终于弄明白了 虫子吃草不吃茶的原因 这个虫子都是爱吃植物的汁 而且特别爱吃是嫩的 嫩叶的植物的汁 虫子爱吃新鲜多汁的嫩叶 把草和茶叶放在一起 草的优势就凸显了出来 茶的生长周期呢 它就是比如说要两个月 或者是两个多月 它才一个生长周期 那么草的生长周期 比茶的生长周期就短了 这样子小草的嫩草的部分就多了 草的生长周期短 而且草的生长速度不均匀 总有嫩草陆续长出来 虫子有嫩叶吃 自然就都奔着草去了 就把茶叶冷落在一边了 这也正合了林芳的意 那这样子草就几乎就分散了 茶虫里头的害虫了 有了草的帮忙 茶叶也长得又绿又亮 这时候大伙都服了它 有草确实那个茶长得是不错 虫子吃那个草没有吃茶叶 那个茶叶就很漂亮 很好的 草帮助茶叶解了忧 分了难 不过林芳也不是对草完全不管 任由杂草乱炸 还是要进行适当的修剪 记者也加入了除草的队伍 这草可真难拔 这草也太多了吧 是 但是你这边的草不能够 不能够处理 不能够去拔 也不能够处理 为什么 不能够处 这边的草特地是要留给虫子吃的 除草也是要有讲究的 茶叶两边的草 就是留给虫子吃的 要修剪的是茶叶中间的草 和高度超过茶叶的草 不是完全不管的 让它慌的 不是的 就是高度不可以让它太高了 不可以让它整个把这个茶叶的 茶给盖住了 然后遮挡阳光跟露水 这是不行的 过高的这个草 会挡在茶叶的阳光露水 这个草得去动手拔了 在留草之后 他还发现 其实这些杂草 根本就抢不到茶叶的营养 所以这个是很多人没有注意的 就是这个是一个 这个土壤的层 它的根系的 它的这个深浅 它所吃的这个肥的区域 分布区域不同 这也决定着 它不影响我多少我的有机肥的 茶叶和草的根系长度不一样 茶叶的根系深入土壤三四十厘米 草根最深的只有十厘米左右 林芳本来就用深沟施肥的方法 所以这草根本就够不着有机肥 我们挖沟 施有机肥的时候 沟要深挖三四十公分的深度 然后把这个有机肥呢 给它敷放在沟里 再给它重新附土 那么它不会吃到这个深入 在地下根部的 二三十公分以下的 这个有机肥了 虫子是被草吸引了 但是虫子毕竟还在啊 万一虫量大了 草少了 虫子难免还是会祸害茶叶 对于大伙的这个担心 林芳还有一招 为了这个有机的茶园 为了这个控制有机茶园的虫子 所以把这个鸡请上山了 请到茶园里头来了 来住了 鸡是林芳请来的第三位帮手 鸡成了虫子的终结者 这个方法也是林芳在无意中发现的 也是一个很巧合的一件事情 我在这个茶园附近边上 原来呢 有只射了一个小鸡舍 然后呢 这个我发现奇怪 这个小鸡舍 平时这个鸡呢 它就是非常爱往茶园里跑 而且仔细观察 真的 它就忙活跌搭的 都在爬茶园里找虫子吃 当时啊 林芳也怕鸡会刀茶叶的嫩叶 影响茶叶生长 它就少量的养了一些鸡 发现这些鸡 根本就不碰茶树嫩芽 茶园里头呢 有很多的小草很多 还有一个虫子也小很多 它四处找就可以找到 那还有这个土壤 松软的土壤和小草根部啊 它蚯蚓也不少 它巴拉巴拉一下 它也要找到小虫子啊 然后小蚯蚓之内的 这个食物它更爱吃 茶园里的各类虫子 是鸡的美食 当然吃荤的时候 这鸡也会挑顺口的青草 当素菜 我们自己也摘一下 那个小牙尝一尝 和那个小草汁尝一尝 结果发现 那个小 小茶的那个牙 它偏苦一些 偏苦涩一些 对 那小草的那个 还稍微有点清甜的 还有一点芳香的感觉 于是林芳就在茶园里面 建起了鸡舍 四五十亩地 养着四五百只鸡 专门扫荡茶园中的害虫 经过不断的训练 这些除虫鸡也有了固定的 上下班时间 白天的时候 比如说工人上午来的时候 他来给它开门 让它放它出来 这些鸡出来之后 就满山跑 尽职尽责 找虫子吃 到了傍晚 再把鸡叫回鸡舍 这些鸡呢 也习惯了早起工作 天黑归家的生活 工人从小训练的时候 手上就会抓一点倒鼓 这工人一叫它 呼唤它的声音 然后它就马上会回来 同时它也知道 万一没吃饱 我还有东西回来 回到家 还可以休息一下 这样的 就自然养成这样的一个规律了 林芳用树 用草 用鸡 一层一层的屏障 在不打农药的情况下 有效地预防住了病虫害的发生 它的茶园保持了生态平衡 生产出了有机茶 得到了四个权威有机认证 也让很多到它那里去的人 感受到了有机文化 然后虽然说他们也说他们是有机的 但是我们这次就实地来看了之后 的确是相信的 我觉得他们的价值观 然后对健康这种追求 我觉得值得我们学习 得到了国际有机认证 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 林芳雷龙夫妇觉得 一切努力和坎坷都值得 他们会在这条路上坚持下去 走得长长久久 永不远切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要做出一个典范 让有机农业感觉到是可行 而且让更多人参与 有机农业正是我们所推广的 他们执着的精神 也是我们要学习的 希望他们探索的方法 能够带给大家一个借鉴和启示 好了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节目信息 可以通过屏幕下方显示的 其他联系方式查询 感谢您的关注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一斤大米卖出50元 背后到底有什么玄机 扑沙子不打药 少浇水 门外汉琢磨出的怪招 到底有什么科学道理 科技院下期讲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